這次我是搭長榮的EVA AIR 過了Immigration 出來的位置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地方可以給你買咖啡 但現在就已經沒有了 但我自己的外套也是去 剛才有少許突發思想發生了 說不是會製作入台證 原來現在入台證 去雅加達的朋友 原來都是會用這個黃色的劫子 基本上每人都有 變成這樣 在登機之前買了兩個地士塔 兩個蛋塔 我看它都新鮮出爐 所以就買了 機程也不太長 所以應該可以 去到可能不能上局 它就可以了 如果它有戲就走了 就不行 好了 Hi 我是Jana 火火花 我要去台灣 現在就已經check in了 進來登機的閘口 這次我是搭這個長榮的EVA AIR 我第一次搭長榮 因為我台灣朋友來香港的時候 就在那裡聊一聊 他用我一齊回台灣 我一齊回去見其他的台灣朋友最舊 所以就說 Oh yeah why not 然後就跟他說EVA AIR 我不可以的 因為他都推薦的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每一次其實來搭飛機的時候 我通常都是穿長衣長褲 我皮膚會比較敏感 如果褲短裙的話 我是會敏感 會拗痕 會痕到不得了 就算你會蓋毛巾 都可能OK的 自己穿長衣長褲 或者戴一件衣 會穩陣一點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tips 過完immigration 出來那個位之後 suppose有一個很大的area 是可以給你買咖啡的 但是現在就已經沒有了 但我自己呢 就算有的時候 我都不在那裡買 因為都排隊排到變了 所以我就會 一向都是去1-4號閘口那邊 去買咖啡的 現在的時間呢 就是2點52分 最後三分鐘呢 就應該會開始boarding 那我就不急的 都已經fix了個位 還有我都沒有什麼行李 需要放送在overhead locker 所以都不需要那麼早去 進去一個好局 然後就聞到那些循環空氣 Anyway 現在還沒出發 我忘了跟大家說 今次來台北 主要都是探望我的朋友 所以我就會 在我的朋友家 但是因為他已經有兩個寶寶在 所以我就在想 我可能這五天的期間 我可能兩三天就在他那裡 後來那兩天我就出去住 然後也可以體驗一下 台灣的酒店或者民宿 我都完全沒預約好 或者是沒想好 究竟要去哪裡 又或者是住哪裡 那就一起去除心 但是今次除了探朋友之外 我都會想去主要去行一些 潮店 又或者是台灣designer的一些店 這個就是主要我今次 除了探望朋友之外的一個目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留意我之後的房子 OK 現在就已經上了 在我機場那裡 我就要出發 乘搭去樓口的站 那朋友就會在那個站那裡接我 因為他有這個小朋友 好像放學 所以就剛好滑了的時間 就變成了來不到機場 就會在那個機場 就會在那個機場 入口那裡接我 剛才就有少少的突發事情 發生了 不是會做入台症的 原來現在的入台症 一定要清理到正中間 全尺才是標準 才是合資格 那我剛才的章就已經被補費了 所以看不到它錯 所以我沒有去看 那就是我印了少少 就是可能那個印刷 是歪了它 上角的 而且它不是完全的全尺 那它就不能接受 那我便立刻做一個 立地簽證給一個三百元台幣 再做一次那個證 那就OK的 那現在呢 就達五十分台幣的這個機場 這個機場呢 就去樓口站了 那到時去到我朋友那裡 可能會出鏡 那如果他出的話 如果再出不出的話 就知道我們先追究 來到台灣的第一餐 我是吃這個 金鮮滷肉飯 這家店是有名的嗎 還是隨便一家 我有名 光彈我金鋒嗎 還是叫金鮮 金鮮滷肉飯 對 不認識 哈哈哈哈 這個連鎖的也是很不認識 喔這個連鎖的 好 好 這個 這個叫了個不知道是什麼套 有這個 這個什麼 豬排 台股 台灣叫台股 然後有兩隻蝦捲 還有豆腐 底是滷肉飯 對面呢就坐著了 我個台灣姊妹的 大椅子 大椅子 大椅子從香港來的 你知道香港在哪裡嗎 我是坐飛機來的 我要嗎 我要嗎 媽媽 我有坐過 Toyota Toyota 他說他坐過Toyota 是車的牌子嗎 我有聽錯嗎 你有聽錯嗎 你坐過Toyota 沒坐過飛機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喜歡 你喜歡Toyota 你喜歡Toyota 啊 我喜歡 我爸爸牛奶 爸爸牛奶 爸爸牛奶 我喜歡 我喝馬屁的 他買給你的嗎 給你泡的牛奶 不是 爸爸牛奶 爸爸怎麼會有牛奶呢 爸爸的牛奶好喝嗎 好喝 好喝 帥哥來了 帥哥哥 是不是帥哥哥 哈哈哈哈 突然掉下來了 看到我嗎 從那個裡面看到我 這麼厲害嗎 各位好啊 現在已經到了日頭的時間了 昨晚呢 因為主要是晚上 然後呢 嬰兒呢 即是小孩呢 她已經睡了 所以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而且都是 原來我一個 不是拍開YouTube的朋友的家 也都平時沒有怎樣 分享她家生活的 所以都沒有什麼在家裡拍 之後呢 都會出街 出街的部分 會拍給大家看 我昨晚睡的床 非常之舒適 台灣同居者朋友呢 她就約了其他朋友吃飯 她們是吃魚的 所以就 嗯 我不吃 所以她就幫我找了一家cafe 吃brunch的地方 也是非常之不錯的 所以我就帶大家一起去試 這間餐廳 看看她是不是真的好吃 因為我看照片 無論是她的環境 和她的食物 都好像挺精緻 挺好吃的 那我們就儘管去看看 嗨YouTube 嗨 我的寶貝 你看一下 這個潛似已經生了的女人 生了兩件 你再說說我 沒有生過 慘啊 廣東發生素 哈囉 你好啊 大家好 很強 歡迎來到台灣 哇 現在就上了車了 我們這位美女呢 就是我們 台北的 Uber Driver Uber Driver 台北最美麗的Uber Driver 從她考了車牌之後 就是她開的 她之前都非常恐怖的 開車的時候 以為人不好 就正常了很多 昨天坐了她一次的車 我覺得有進步到的 果然現在 流車鎖 哈哈 我們已經多少年沒見 三年 三年 對 19年年尾 你剛懷孕的時候 差不多 因為呢 我是沒有訂位 還有呢 是有 四五組的人在等位 放下了電話號碼 登記 那現在就打算去 一間附近的咖啡 坐下 喝杯咖啡 剛才呢 在這個車程的期間呢 我就已經訂了 明晚和後晚住的 一個酒店了 因為呢 始終寶寶呢 都要 睡覺啦 有他們自己的 節奏 所以呢 我都不能太晚回去 那如果我要和朋友去喝東西的話 就不太會吵到他們了 我就訂了一間酒店出去住 就是我前面這一間 她都算新啦 然後還有咖啡 環境都不錯 而且都乾淨 聽我的朋友跟我說 可言星期六呢 真的真的非常之多人 周圍都 如果你沒有訂桌的話 真的滿 我剛才訂的那個Nuke呢 她突然又跟我說 我本身說要等一個小時 她剛剛就說 已經有位了 那我那個位呢 她就是幫我hold到1點鐘 因為那杯咖啡已經到了 有一點點微酸的一個肥朵 也OK 如果我可以多攤10分鐘的話 我會開心很多 但現在我要在5分鐘內 噴完這杯 然後再飛回去那間餐廳 希望她可以再過一會兒 現在要馬上衝回頭去那間餐廳 不知道會不會已經沒有了 但Let's see 如果沒有了的話 那我就真的沒有緣分了 我才可以說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煙燻烤雞 再加這個小鮮 看到嗎 來到台灣呢 都想吃要吃的東西 真的有點邪惡 我的腦肉飯 還不是吃了 什麼排骨 之後我可能會吃鹽酥雞 我也想吃鹽水雞 但可能有機會吃到的就隨便 我也沒有說真的一定要去 反而我就想走一下 買衣服的店 我還點了一杯 所以我只是等著她來 不是 抄具 我想你不自己來的 所以我這一題的 它是一些薯仔 然後加了一些椰菜 所以味道比較特別 還有 只要吃薯仔 也挺特別 挺有趣的 再加了一個丁 它真的很香 煙燻的 茶味不算很濃 但是你聞到很香 煙燻味 風花 非常之 它是節目很好吃 我會比 四春 我差一杯咖啡 還未到 不知道等多少 這樣拍了一次 我只有一個蠻蠻蠻的感覺 但這裡真的有蠻蠻蠻的 不是說笑 那天蠻奶咖啡已經到了 試一下它 很香 厲害 超滑 超滑 超好吃 還有我拍啦 超好吃的 我看清楚 這個餐廳的卸手間 我覺得很二皮 從hd 跟lov Потом 也看看 還給他整個 這邊 Arthur 除了 定了要出去 跨一跨 希望我就能走得到 要走到那邊的路去一間 以前有公圖堂的一間店 看看有沒有開 OK Let's go 出發 正想出發去 我想去那間選物店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跟我說 他們已經剛剛付了錢了 現在就看看 究竟是我過去找他們 還是他們過來找我 他們問我究竟想去哪 我就說不如去台灣的成品 因為都是在附近 因為我其實在香港的成品 去過很多次 我喜歡看一些小東西 我真的不喜歡看書 但我喜歡看一些小東西 可能擺設 台灣的旗艦店 屬於台灣的成品 我竟然是沒有去過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是不是都要去一去呢 而且都是在附近 為什麼我會戴口罩呢 就是受這個媽媽所託 始終家裡有一個亂應 所以還是小心點 因為台灣現在又爆一波 所以父母比較關心一點 所以 住在別人家 就要守別人家規 就是這麼簡單 我們現在轉角位就到了 所以很快 頭一轉 我們就終於來到這個 信義區的成品 我想說我真的沒有去過台灣的成品 據說信義區的旗艦店成品 將要收皮 至於原因是呢 我就不太知道 網傳說租金太貴 是嗎 應該是吧 Amy 好 我們來台灣的寶寶就進去了 通常我 週末我都在家 我會出門 我會出門 盡量不要出門 就 除非是吃飯 我都直接去餐廳 不然 很少 實不相聞 來到成品 我真的好喜歡看廢物 聞到 各種 真的很喜歡 你看這些廢物 我覺得很可愛 我想買 剛才我發現都很可愛 我買兩次 這次是很無聊的卡 第二次是一個袋 六千多台幣 現在走過去 讓他們看看我選了什麼 看看他們有什麼反應 原來這個東西 可以買吧 這可以 這多少錢 這可以 我幫你評估一下 345 卡拉好的比 可以 比啦 比啦 你可以 欸這個 approve 一買 終於 終於都不在被人BAN 自己決定啊你買什麼 猜媽媽就封起來買 狂買 買東西都不是自己的 對啊 可是都買很爽 對 找不到 出口 可以 我記得 我買你 我買你